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呢 我们都有谈到这个教会的事情 非常的重要 上帝的一切的关心 上帝的做工光照 恩典恩赐的赐下 都是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信徒呢 真的要行善 在生活当中荣耀主 顺服主 第一个最重要的 先教会生活要蒙恩 阿们 各位教会生活要蒙恩 如果各位教会生活软弱 各位的属灵的生命本身 已经不能受到遮盖了 因为我们是活在灵界里面 对我一直说了 活在灵界里面 各位要美善的恩赐 全卑的赏赐是 我们在众人相聚当中 上帝赐给我们 所以各位教会生活 如果你自己信心软弱 把你放在你非会得着信心的 那个群体里面 各位继续会蒙恩 那所以当上帝的关心 在教会 一切的作为就临到教会的时候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的关心 关注也在教会的话 那个本身证明 你是正在走蒙恩的道路 你是非蒙福不可的 甚至你身上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孩子啦 婚姻啦 工作啦 种种的有一些难处 你不需要碰它 你只有check 看一下这个心 虽然我软弱 虽然内忧外患 但是我的心是爱你的教会的 我的心是跟你一样的 对不对 我是为教会忧伤 也为教会担忧 也为教会祷告的 各位放心 你蒙恩 所以教会 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 各位尤其是读到信心 信心的伟人 像摩西啦 大卫啦 达尼里这样的人 各位不要淡淡羡慕 他们的成功 或者他们有伟大的信心 什么叫信心 各位知道吗 你能够关心上帝所关心的 上帝最关注的是 在你的心中最重要 所以他们这些人 像大卫 亚伯拉罕 摩西这样的人 他们有时候又软弱 大卫也是很卑贱的 就是长大 木桶 对不对 甚至有一次 被罪胜过了 跌倒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像这样的人 他们的心是爱以色列 爱主的教会 上帝不能让他们 因为软弱而灭亡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上帝总是顾念他们 他们不对的地方 上帝总是纠正他们 管教他们 更新他们 再次使用他们 因为他们的关注 在教会 那像以色列里面 像扫罗 还有这个犹大 以色列的那些恶王 他们就关注自己的王位 自己的名誉 这样 教会什么什么不管 以色列什么不管的人 他们甚至有时候战争的时候 好像能够胜过得胜 一次两次这样得胜 各位他们不能长久得胜的 因为他们的心不在上帝最关注的事 一两次得胜自有 有些人不爱教会 你看他一两次成功自有 一两次升职自有 但是你看他五年十年 走下去的时候 不会继续这样的 他们继续会受很多的管教 所以呢 关注上帝所关注 阿们 所以呢 上帝关注教会的时候 各位有这个观念 不但这个生命 基督生命堂 上帝关注他整个属灵的身体 就是宇宙性的教会 今天为什么存在 各位为了这个宇宙性的教会 他的身体 属灵的身体 每一个羊群 每一个羊群 归入主的荣耀 对不对 重生归入主的荣耀 到这个人数满的时候 同归于一了 那个时候教会被属 主耶稣再来 对不对 上帝一直在等这个时候了 所以现在 基督生命堂也好 伊玛内利堂也好 那个good news 教会 无论什么教会存在 都是为了这个东西的 所以一间教会的存在 如果他能够得着上帝这样的心肠 他在神的眼中是何等荣美的 无论讲小 无论讲小 各位 重要是你得着主的心肠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有一间教会 上帝要他真的完成这个使命 要跟上帝的关心一样 得着上帝的属灵的身体 传福音到万民 上帝赐下给教会三个东西 就是圣灵赐下的 圣灵赐下 第一 就是合而为一的心 这一副所述四章 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那这个合而为一 那要怎么得 教会的合而为一不是 主之精神 不是这样 教会的合而为一 是一定要借着全备的真理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所以有全备的真理 临到的时候 信徒们的目标 眼光 生活的方法 是一样的时候 才能同归于一的 不是合一合一 无论怎样讲 真理 每个人认识的不一样 不全被 人的东西都出来 你有你的需要 我有我的看法 就会冲的 对不对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第二 圣灵赐下给教会的是什么 圣灵赐下给教会的 众圣徒的 就是恩赐 恩赐 要完成使命 对不对 所以有恩赐赐给教会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 这个恩赐要怎样的 每个人得着之后 各按其指 所以这个恩赐的奥秘很重要 各位我也发现在教会里面 这个恩赐的东西 搞不清楚的时候 因恩赐来比较妒忌 吵架还是什么 或者不忠心 不使用恩赐的时候 各位会发现 这个教会 就有欠缺神的荣耀 的事情会来 所以 各位要看中自己的恩赐 也懂得看中彼此的恩赐 等一下我会讲 然后第三 圣灵赐下的是什么 第三就是 叫赐下给教会的就是 这个大使命 还有各样进展性的施工 叫教会呢 传福音 向外传福音 所以The Great Commission 对不对 跟进展性的施工 都是传福音 所以历史历代里面 各位会发现 无论什么宗派 什么基督教宗派 无论怎样的教会 无论有怎样好的神学 如果不传福音的话 它慢慢会没落 走向没落的 必定会的 各位看吧 很多教会 历史历代的教会 几百年 两千年的教会 各位看 不传福音的 只有自满的 上帝不写 所以上 我们主耶稣基督呢 把大使命赐给门徒之后呢 两千年 圣灵也不断地吹毙 众圣徒教会传福音 用什么来吹毙呢 圣灵是没有嘴巴讲嘛 对不对 用祂的作为 有传福音的教会 有传福音的宗派 上帝兴起来 对不对 不传福音的 没落 甚至对一个信徒来讲 如果一个信徒呢 他不传福音的时候 很奇妙的 上帝说 在天上有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卑的赏赐 为众圣徒预备 但是众圣徒 一个信徒不传福音的时候呢 得不着这个东西 所以他得不到神的恩惠 恩赐 智慧 所以呢 没有启发的 圣灵的一些 启发得不着 甚至自己回家 跟自己的配偶 也是因为没有智慧嘛 没有圣灵的油 没有圣灵的喜乐 他跟旁边的人 不能相处 也不能喜乐 孩子也跟他不能喜乐 对不对 无论做什么都是 人都是不喜欢他 所以一个信徒 他是真的靠传福音活着的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爱生命 就为了要拯救人的灵魂 然后你寻求神的时候 神赐下恩惠 然后让你能够传福音之后 你回家 跟你的旁边的人在一起 也喜乐 也有能力祝福他们 所以这是整套的 一个生命来的 各位理解 所以呢 今天特别要明白 主在教会的工作了 所以今天信息讲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今天上帝给我们主题呢 上个礼拜我们讲 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对不对 今天我们讲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 这是一个奥秘 各尽其职 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 条件恩赐 然后每一个人怎么发现 上帝教我做的 然后终极的目的 建立基督的身体 然后这样合在一起 来完成主的工作 各位只有圣徒 这个是一个属灵方法来的 你要把福音 传到地级的一个属灵方法 一个教会要把福音 传到世界 全世界的时候 那个属灵的方法 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 因为现在 魔鬼也知道 信徒们都要传福音了 对不对 所以极力的阻挡的时候 所以他极力阻挡 用什么东西来阻挡 不能合一 所以自己单顾自己的事 只有管自己的事 那我有恩赐 我自己用 这是你的事 不能合一 第二呢 就是现在信徒要传福音 传福音 但是每次看到 没有果效 灰心 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 所以很多信徒都 我也没有条件 我没有学问 我只要把福音传出 像彼得约翰这样的 也没读过书 这样传对不对 但是你放心 上帝已经为教会预备 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备的赏赐 随时领导 按时领导 你传福音的时候领导 你连接与教会的时候领导 你跟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领导 对不对 绝对领导的 所以怎么领受 这个恩惠恩典 你一定要懂得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为目的 各位抓到重点吗 我前面讲的这些话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众圣徒 我是这样告诉各位 在启示录里面 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里面呢 只有两个是真的得到上帝的喜悦的 但是上帝心里面 心满意足的 斯美纳教会 斯美纳教会的特征是什么 主说 你们遭受患难 你们看起来是贫苦的 但是在我的眼中是富足的 各位 我要大家明白 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活在地上的时候 为着主 为着福音的缘故 有一些苦难 有些世界人的成功 我们没有得到 看起来我们有一些 悲贱的条件 但是这个心是荣耀的 爱主的 然后继续做主要你做的 看起来是富足的 Amen 另外一个 非拉铁非教会 对不对 非拉铁非斯的信徒 你们略有一点力量 一点力量 只有一点点 不是很多 但是都遵行我的道 所以这样的生命 对不对 我赐给你们 大卫的钥匙 The keys of David 对不对 大卫的钥匙 就是把这个全世界福音的门打开的 你开的没有人能关 关的没有人能开 各位理解吗 这个大卫的钥匙 是这个意思来的 你真的明白什么叫奉基督之名 释放的得释放 空帮的得空帮 这个奥秘 全部在这个 今天的经文要讲出来的 所以各位一起看 一幅所书 我们一起看第四章 上个礼拜我们读到第四章 第一到第六节 今天第七节 各位第七节 这些很难解的经文 各位看第七节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 亮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 伤给人 各位这里 有几样东西 各位 第七节 我们个人蒙恩 得救 都是照基督所亮给个人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singular 单数的 单数的 所以呢 这个这里讲 第七节 讲的恩赐是 基督里的恩赐 叫一个人 得着神儿女的名分 得着应许 对不对 都能够 传这个福音的恩赐 给他 这个是一个生命来的 各位理解吗 这个恩赐 这个礼物给各位的 第八节 讲的那个恩赐 对不对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这个恩赐是 各种不同的 一并赶鬼 对不对 传道的 执事的 什么的 就是 怜悯人 劝话人 对不对 各种招待的 各种的恩赐 上个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两边的恩赐 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 第八节的恩赐 是复述的 plural OK 所以呢 各种的 那现在 那现在 第八节讲 他身上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然后第九节说 既说身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身 身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这个经文 要讲到恩赐的时候 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啊 我们不能先讲恩赐的 先讲恩赐 人都只有关注恩赐 因为恩赐是 肉眼看很了不得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看 这个人有口才 这个人一给人祷告 死人就复活 或者病就得医治 所以 就是不同 神的眼中 都是不一样的恩赐 没有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先要明白 基督降下的那个奥秘 他降下 人在地上的时候 全部被蒙蔽的时候 跟这个空中掌权者 全部败在他的手下的 被他掳掠的 全部被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夸耀来欺骗 来走的 只有那一位 他下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灵里面的征战 是什么 灵里面的征战 不是拿刀剑征战的 全世界的荣华 各样人生命里面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的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瘦这个东西 活在肉身的时候 瘦 甚至到这个肉体呢 死 降在阴间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天使们都看 万民都看 都知道了 他是主耶稣基督 只有他能够胜过 那个空中掌权的 对不对 他的权柄 他的欺骗 他的各样的势力 能够胜过的 只有他 然后得胜了 对不对 然后升上天 在宝座上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接着他的得胜 他赐给圣民的得胜 自有 那个地方 圣民什么时候呼求他 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被的赏赐 赐给他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要讲恩赐的时候呢 先要讲耶稣基督 他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 要讲这个东西 才有各样的恩赐 所以 连讲恩赐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很重要的 先有这个根基 不是有跟恩赐为中心 有什么恩赐 我们求什么恩赐 不是这样的 生命没有的时候呢 你恩赐少啊 反而是祝福 你的生命的目标 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 你得各样的恩赐的时候 你会骄傲 给魔鬼留地步 各位 这是实在的格林多教会发生的事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说 所以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 有教师 这里五个 非常关键的 五个 等一下我会解释 有牧师 最后写牧师和教师 这个地方呢 这个希腊文法是 按照希腊文法看的时候呢 这是同样的职位 但是功能不一样 所以牧师牧养的 教师是教导的 教导培训 都是为要什么 成全圣徒 预备圣徒的意思 各尽其职 每个圣徒 有自己的角色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整个教会 所以建立基督的身体 使人遇见神 使人得意志 使人重生的这些意思 使人能够被拆派 事奉主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所以我们 我们得到恩赐 是叫信徒 叫教会 在真道 真道 所以认识一样的真道 能够降服一个主 降服一个圣灵 各位听得懂吗 我们讲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从小就会背这句话 这什么意思啊 你也认识真道 我也认识真道 在一起吵架 在一起妒忌分裂 你还不认识真道 所以我们所有的恩赐 也特别是 这个五个恩赐 是叫众圣徒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虽然每个人 信心的层次不一样 夫妇 孩子 儿女们 全部都是认识真道的 然后都愿意 以真道为中心 这样活的 所以从哪里开始 从夫妇两人 就是一起做崇拜 我每次这样说 夫妇两人 一起做崇拜当中 之间的 有一些摩擦 自然解决的 你不用说 你昨天这样对我 你应该道歉 你应该什么 不用这样讲 自然 因为真道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的眼光都知道 自己不对的地方都知道 对不对 那就好了 所以有真道的时候 才能同归于一的 没有真道的时候 你的需要 跟我的需要不一样 会吵架 所以真道上 然后这里说什么 人是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所以有基督的灵性 这样的意思来的 使你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所以在保罗的眼中是 有很多信徒 灵命像小孩子 这是有很多理由 主要教会的真理 讲得不清楚 另外呢 弟兄姐妹有恩赐 也不懂得善用 用的时候呢 反而带来更多的纷争 所以等一下要讲到 恩赐的目的 恩赐的应用 然后怎么祈求恩赐 等下我也会讲这个东西 所以呢 信徒们全部还是小孩子 这样嘛 小孩子 灵命像小孩子 所以中了人 欺骗的法术 各位看有些信徒 是这样啊 有时候我看有些信徒呢 听了一个见证 马上魂都吸过去 看了一本书 他的神学又改 看了另一本书 他的神学又改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他听什么见证 看什么书的时候 他是 其实后来你发现 他到底信什么 他的生命是怎样 跟从主的 每天是怎样 仰望神的 那个他生命里面的系统 没有 就看了一个见证 激发一下 看了一本书 激发一下 其实他换来换去 那所以呢 这样的信徒是 有一个欺骗的 一个道理来 马上有一些 就异端 跟他讲 有一些见证 他也是就 哦这样啊 信 各位 这是教会的 不成熟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 主委已经说了 在末后的日子 有敌基督 不是敌上帝 敌基督 什么意思呢 不是Anti-God 是Anti-Christ 就是跟基督的经义 基督唯一道路 真理生命的 那个生命 那个精神 相反的有些道理 相反的有些道理 会来 成功升学 对不对 有一些人本主义 人为主义 你分不出来 对不对 积极思想 这些东西 常常影响 中的小孩子 所以被一切的异端之风 摇动 飘来飘去 所以有问题 又改路线 有问题又改路线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 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所以各位会发现 教会里面是有爱的 爱里面是有诚实话的 诚实话里面是有爱的 各位 明白 所以才能叫人 凡事长进 重点是什么 连于那个头 元首基督 连于他 全身都靠他 联络得合适 百节 各按各止 所以每个 百节 对不对 各按各止 手 脚 各按各止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是需要相助的 没有一个人 有全部的恩赐 需要相助 然后才能够叫身体 渐渐增长 在爱中 建立自己 阿们 这个经文有点难 但是我呢 我先讲 各位 今天的经文呢 主要我们 第一点 我们先讲 很重要的一个 教会 在一起 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各位 先要明白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掳掠了仇敌 是什么一回事 他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 刚才我已经 略略讲过 为什么讲恩赐的时候 讲到掳掠仇敌 这个经文 其实英文版本 跟华文 有一点不相称 英文说 He led captives in his train 别的人讲 He led captives in captivity 所以很混乱 但是那个主要的字呢 是Captive 就是俘虏 掳掠的意思 掳掠 所以你要怎么解释 这个地方都行 但是我先讲 这个掳掠仇敌呢 先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先要讲这个 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这样 首先 撒旦跟他的军队 他已经掳掠了 我们神的子民 对不对 这群子民 所以好像一个仇敌 一个暴君来 他掳掠了这群子民 对不对 所以这群子民呢 已经被他掳掠 成为他的俘虏 所以各位想想看 你被这个暴君掳掠了之后 你还有什么结果 不管你有什么恩赐财干 你有什么财富 什么 这是为他用的 各位理解吗 然后呢 他要怎样就怎样 你的太太要抢走 你的孩子要抢 你的财富要抢走 他要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因为他是掳掠你的 各位理解吗 所以呢 他掳掠了我们圣徒了 这个是灵里面发生的事 灵里面发生的事 各位了解吗 我现在要解释这段经文 各位听 所以呢 灵里面发生的事呢 各位思想一下 不管一个信徒呢 不管一个人 我先讲一个人的生命 他有什么财干 有什么聪明 财富 健康 长寿 如果他的灵 是被掳掠的话 他现在这一切东西 是为世界用的 换句话说 撒旦用的 他做好人 也是为撒旦做的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圣经不是叫你做好人的 所以呢 因为你的整个生命的方向 是世界 这个是灵里的掳掠 你看不到天国 看不到永生 只有他 叫你在地上 怎样 你就怎样的 所以你的灵里被掳掠的意思是这个东西 然后 另外一方面呢 掳掠 灵里被掳掠的时候呢 叫一个人 他 比如说 你不管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聪明 你才干恩赐还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你应该有的 上帝应该给你天天的喜乐 天天的 这个聪明 孩子读书聪明 对不对 夫妇之间就有喜乐 这个掳掠者呢 因为他掳掠你之后呢 全部拿去 就给你三餐有饭吃就好 所以这个就如同 很多的人啊 好像比如说 我常常说啊 孩子呢 其实很聪明的 但是 都是不能 无论怎样读 就是 这个脑袋不能通 这是跟灵里被掳掠有关系的 我是很有才干 但是为什么每一次 就是遇不到赏识我的人 这是灵里被掳掠 你应该有健康的 应该有 在这个地上有成功的 但是呢 为什么常常遇到倒霉的事 因为你的灵里被掳掠 各位理解这句话吗 但是人是以为 为什么我这样 我倒霉 因为人造成的 情况造成的 或者我自己造成的 不是 现在是灵被掳掠的问题来的 理解吗 所以呢 各位先明白这个东西呢 各位才会知道 这个灵的东西是一切的 所以现在 这个暴君 撒旦 掳掠掠了 对不对 我们呢 现在基督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子民的大君王 他来的时候呢 他掳掠他了 他掳掠了 所以他是下来 就是倒成肉身 只有他是按事实来活 神的儿子的荣耀 恩典来活 所以呢 完全听重复的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的 所以呢 用这个生命 掳掠了撒旦 所以撒旦在他的身上 根本没有功效的 对不对 反而他 给所有的天使 整个宇宙万有 就去看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掳掠了 所以下去 甚至阴间 然后上来了 这个就是他得胜的方法来的 所以掌权保住 所以这个是掳掠了仇敌 所以这个大君王 掳掠了这个 之后呢 他手下的人都要放的 对不对 放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通常一个君王 这个大卫 这个是大卫的诗篇来的 通常他掳掠了仇敌之后 把仇敌的 全部的战利品啊 他们的财宝啦 他们的什么 有文化的东西啊 全部拿出来 丢给他的子民 你们分吧 分吧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当基督呢 现在他说 他掳掠了这个仇敌之后呢 他把各样的 战利品 各样的恩赐 美善的赏赐 全部 甚至呢 你不应该得的 全部也丢给你 给你 赏给你的意思来的 这个一个奥秘 这个是一个灵里面的奥秘 用一个战争的情况来讲 灵里面的战争 所以要讲到 要讲到一个信徒的生命 能够享有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被的赏赐啊 就是一定要靠着 要靠着基督 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只有 这个地方 打通之后呢 你才讲恩赐 那现在呢 我知道大家要问 那我已经信了耶稣啊 我已经诠认 他是我道路真理生命 但是为什么 我的生命里面 没有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被的赏赐啊 我常常看到 我很多方面不够 也不开心 也不够聪明 也做什么东西 很多阻挡 这样的东西 也不健康 那各位 现在好好听 现在我讲这句话 信耶稣呢 不是信一个宗教 乃是信基督的生命 所以圣经讲 鲁掠的意思 是一个捆锁的意思 对不对 如果你信耶稣 你信基督的生命了 请问 你这个 人生的方向 是不是改变 人生的方向 是望天上 这个才叫释放 大君王来 掳掠了我的仇敌 释放我了 对不对 但是你的关注还是 哎呀 地上要多得什么 要多赚取什么 要多成功什么 我的孩子要这样 你的目的是 一直在地上 你的方向是 往地上走的时候呢 你发现 你还是在一种 仇敌的欺骗里面 所以你发现 恩典不来 恩慈不来 很多 各位 你听得懂这句话吗 然后呢 基督掳掠仇敌之后 所以他掳掠了撒旦之后呢 那你的心灵应该怎样 你看到你的大君王 掳掠了你的仇敌 你的心灵应该 得胜的 自由的 还是很多信徒是怕的 怕穷的 还是怕病的 怕什么都没有的 怕人不爱我 怕 所以这个原理不对 你信的耶稣啊 不是叫你的人生方向改 不是叫你的 你的生命的依靠 交托这个地方 这个方法改 不是这个改 乃是就一个宗教 我信耶稣 逐日来教会 所以难怪 你发现 你还是很多缺陷 这是心灵的问题 听得懂吗 我现在讲的那个 后面那个部分 有一点难理解 但是各位领受 现在呢 你已经 如果在教会里面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你信就耶稣 万王之王 但是你的身上 根本没有感觉到 反而是慢慢的问题 慢慢倒霉的事 这是 很有可能是 你在信一个基督宗教 不是信基督生命 不是一个新教的生命 新的人生方向 新的方法 然后凡事 望着天国 然后靠着圣灵 祷告 交托 对不对 这个方法 不是靠这个方法 还是人的方法 所以得不着恩惠 我是跟各位讲 这是很真实的东西 所以我请大家检讨 各位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自己也检讨 所以比如说各位看牧师 各位很少会看到我 极其忧伤 极其忧愁 然后因为世俗的东西 看不开 然后常常有 几乎没有看到的 因为 起码我的人 因为我的人生方向 是已经改了 所以不是为地上 孩子学业 差不多这样 这样就行 该做的做 然后全然交给主 就 望着天国走 这样 所以呢 这个神让我活到多久 住多久 这样的生命 你的人生已经 大致上没有极其忧愁的那种 世人的那种忧愁 是没有了 但是我也 发现 有时候我在服侍主当中 很多的需求 很多挑战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是 是圣灵给我的 你在更多挑战来的时候 你是更是靠圣灵的油 全然仰望 然后倚靠主 靠信心 信心 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 用喜乐 安然居住的那个生命 来领受神的话 领受神的恩高 然后神的话真的会来 然后整个侍奉的国效 侍奉的权柄 传讲神的话的恩典 那个圣灵的油才会来的 如果各位试试看 在服侍神的人 讲道的人 带领小组的人 你压力啊 压迫啊 这样 然后你要预备神的话 要思想 你越侍奉越辛苦的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心灵又 因一个东西 又被捆锁起来 被一个挑战 又捆锁起来 你孩子要考试的时候 你的心灵马上 又被捆锁起来 那个时候 你出来的话语 全部没有恩典 不能给你的孩子聪明 反而是 叫他受影响 受影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各样 属于恩赐 全辈的赏赐 不要认为 只有教会你侍奉 你在家庭里面生活 你需要恩赐的 你跟家人在一起 需要恩赐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怎么能够 火这个地上 所以这个方面 是很重要 为什么 圣经讲 这个教会的时候 讲到这个恩赐的地方 所以请大家好好祷告 也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顺便这样讲 各位要得到这个恩典 什么叫方向改变 然后怎么 单一的依靠 然后靠信心领受神的话 然后担忧的是 祷告 交错 然后让圣灵 顺着圣灵行 圣灵感动你的你行 然后圣灵还没有感动你的交托 就这样做 各位绝对会发现 你的生命自由 所以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 很容易了 因为这个地上又有压力来了 学生们又考试来了 要找工作来了 有deadline来了 对不对 要服侍来了 又被奴仆的恶挟制 这样的话呢 你得不着天上来的赏赐恩赐的 这是一个奥秘 然后呢 今天圣经这样说了 各位看 圣经这里今天这样说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我请大家一次了解 可能以后我不讲的这样详细了 第十一节 现在那个掳掠那个部分 我已经讲了 十一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那现在教会里面呢 讲到恩赐的时候呢 讲到这五个子分 这个五个子分 也可以这样说 这五个子分里面 有这样的恩赐 各位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五个恩赐是 在整个教会界里面 很多议论的 很多人都是 我在中国去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问我 这个五个东西 我一次讲 上帝把这个五个恩赐 赐给教会 教会必须有这个的 但是呢 我这样解释 使徒跟先知的恩赐 那个职分 那个恩赐 这个是短暂性的 独有性的 不是长久的 到一个地步终止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我在三章的时候 我已经跟各位解释了 使徒先知们 他们是要有上帝的验证 the verification 他们是非常重要 他们是真理的代言人 他们是把真理 神的启示 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他们要传出来 写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truth the absolute truth 绝对独一的真理 不改变的真理 历史历代的 所以这个是下面的众圣图 是以他们所写的 66本使徒跟先知 启示的 以他们为中心 所以他们得的是一个 独特的恩赐 在他们身上 下来的信徒全部 他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 他们启示的 那个真理的根基上 对不对 所以到圣经的原版 好像AD300多年的时候 已经66本书 全部订出来之后 这个使徒先知的恩赐 是停的 必定停的 绝对过后 绝对不能 有一个人 可能有一个人做梦 梦到耶稣跟他讲话 或者有一些人 他有些特别的经历 可能都有 但是那个是经历而已 主观的东西 不能成为跟圣经 只是一样平等的 那个参考可以 不能绝对的 可能昨天在你的情况 是这样 今天在另外一个情况 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理解吗 所以不管一个人 多恩高 现在他不能叫自己使徒 或者先知 我是这样认为 所以这个恩赐已经 圣经的正点 已经完了之后停了 所以现在教会只剩下 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 那各位注意听 这个三样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教会 必须有这个三样东西 传福音是什么 传福音是 所有圣徒呢 都可以做的 我是这样认为 虽然这边讲恩赐 但是传福音 传福音跟宣教和布道 不一样 宣教是Saint 拆派的意思 所以宣教布道是 传福音里面的 更集中的做 但是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 传福音的意思啊 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 所以希腊文 对不对 所以传福音者是一个 传讲福音的代言者 的意思来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能 你跟你的父母讲 你跟你的朋友讲 你跟谁做见证 也是真好 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传福音的集中是宣教 然后布道 有一些牧师特别有布道的恩赐 会发现 有些牧师有宣教的恩赐 不是每一个人有 但是整体教会 要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 整个教会呢 是应该有宣教布道 是应该要做的 所以这个是赐给教会的 整个恩赐 对不对 那第二 你传了福音之后 必定要有什么 把人带来教会了 一定要怎样 牧养他们 所以有牧师 对不对 有牧师 所以牧师呢 是把 没有这个牧师的牧养 羊没有牧养 他怎么能够增长 然后没有牧养的话 比如说真理读了 神的话 现在牧师传讲了 下面要牧养 弟兄姐妹的巴 好像一个桥梁 这个真理 一个桥梁到弟兄姐妹的 他们的生活的处境 他们家庭的处境 一个桥梁 跟他们一起确认 神在你们身上怎么做 然后用百般的忍耐 安慰 对不对 来劝勉 这个叫牧养 如果没有牧养的话呢 羊群不能成长的 牧养之后呢 牧养之后呢 必定要教导 教导 他们才能够有根有基的成长 能够按照事实 神的真理 得时不得时 能够看见神的作为 神的爱 能够跟从神 这个是教导 教导 教导 教人能够分辨是非 分辨真理 跟部分的真理 跟真实的 全辈的真理 分辨福音跟宗教 教导 这个是教导 所以有教室 教会里面有教室 这个三个恩赐呢 其实教会都需要 各位听啊 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恩赐的话 你们要听的这个东西 教会呢 这个三个恩赐都需要的 如果教会不传福音 就讲一大堆真理的话 这个叫高原大字 没有用的 对不对 那如果教会 传福音 我不到 我每次不到 但是没有牧养的话 这个是没有负责任的养育 你生生生 生完了 然后放一边 然后让他死 对不对 所以呢 没有牧养 那牧养 牧养 每次牧养 打电话 探访 帮助 这样安慰 对 我们都每次做 那没有教导的话呢 你只有 你的牧养是只有撒羊 撒羊 撒羊 不要哭啦 好啦 上帝会祝福你 帮我 完了 那他会长大成人吗 他会能够辨别真理吗 他能够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站住吗 各位 能不能 不能 所以呢 不能顺服神的 这样的人 就总是要得安慰 来教会 没有教导的人怎么能够坚强起来 所以 这个三个恩赐是 整个教会 一个教会 无论多小里面 这三个恩赐都要传福音 牧养 教导 三个都要有的 所以 对不起牧师这样说 所有的恩赐 要附属在 这个三个 有这个三个恩赐的牧者之下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我不应该讲对不起 这个是事实 这是事实 你不管你有什么恩赐 你会医病 你会赶鬼 你会说预言 你会说方言 什么 全部要附属在 有这个传福音 牧养 然后教导 有这个恩赐的牧者之下 所以如果你会 你会给人 比如说 你会给人 你会说方言 你会说预言 或者有一些预言 你真的 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 他一年后会遇到什么事情 那请你那个预言的话 你一定要通过牧师 因为你的预言是局部性的 这个牧师的恩赐是建立联合整个教会 增长整个教会的 所以你一定要通过牧师 你才能讲 有方言 方言也是通过牧师 所以保罗说有翻译的 有些保罗看看 越来越不对的时候 有翻译的你们才讲 所以对不对 通过他 他是明白神的美意的 如果你是 有一些人真的给人按手 祷告的时候 他的病真的会好起来 有些人有这样的恩赐 真的有 我也承认有的 那 随便按赐 有病来按手 按手 不一定都是神的美意 因为有时候呢 有一些人呢 他有病痛是 上帝要叫他谦卑 他还没有谦卑 他的心都不愿意靠主 然后你马上给他按手 然后好 但是不是上帝要成就的意思 上帝可能在他的病痛里面 或者有一些更新 要他从有些罪里面出来 也可能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能够牧养 有教导的恩赐的人 能够照顾他 跟他谈 劝勉的时候 然后他愿意顺服 慢慢顺服 才会为他祷告 所以一定要通过那个 有传福音牧养教导的恩赐的人 绝对的 我告诉各位 这是 这是我讲这句话 也不会不好意思 所以我只有请弟兄姐妹 为牧师祷告 叫我在这个三个恩赐 能够继续掌尽 得着全备 各位要为慧君传道祷告 他是传道人 我是这样认为 一个传道人 他是一生要追求 这个三个恩赐 其他方面 软弱 没关系 有些牧师 行政方面 有一些软弱 办事不太挺 但是牧养教导传福音 够了 各位理解吗 我看的是教会里面 有一些牧师 搞行政 搞节目很厉害 牧养教导传福音不能 那就这样的人做牧师 他应该做行政人员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各位看 就是所以 你看使徒们也是 教会里面分食物 也是忽略 所有希腊 跟希伯来 那个寡妇们 他们食物方面 有一点 有一些分错了 也有 对不对 但是还是这些 叫执事座 但是我们是要 以传道传福音为主 对不对 祷告传福音为主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使徒行传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三个恩赐 所以各位要为我祷告 为慧君祷告 我们立文是半个传道人 我看现在 差不多美瑞玛那耶祖 所以为他祷告 有这个三个恩赐 必定要有 然后我们文刚长老呢 三年后如果要 就是全职服事 各位要为他祷告 有这个恩赐 所有服事上帝的人 牧师为你们祷告 这个三个恩赐 你们得着 相助祈求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 怎么祈求 所以我讲完这个部分了 那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讲恩赐 详细一点 那现在恩赐 上帝赐给教会的 有各种的恩赐 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要把福音传扬 对不对 所以恩赐呢 我用三方面来讲 恩赐的目的 恩赐的应用 跟恩赐的祈求 祈求恩赐 各位这里有没有人 有特别的恩赐 我没有发现是什么 可能 各位我跟各位说有的 在各位生命里面 隐藏很多 可能你到你现在 都还没有发现的事 但是我先讲 我还没有讲恩赐之前 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圣经说 恩赐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讲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什么意思 内在跟外在的 所以内在人跟神的关系增长 这个叫建立基督的身体 外在是外面传福音 传福音对不对 向外家人同事朋友传福音 所以无论怎样的恩赐 不能取代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不能取代传福音的重要 然后恩赐的第二个目的是 教会能够辨别真假教义 真假 所以保罗他特别说这个 各位看这个四章 这个地方四章 你看13节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 对不对 第14节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所以之前是讲到恩赐 所以这个恩赐的目的是 叫人分辨的 你的恩赐是叫人能够分辨 是很重要的 不能分辨真理本身是一个罪来的 各位理解这句话吗 你不能分辨 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理学小学来吸引的人 这个本身生命已经非常有问题的 看到什么成功的见证就马上信 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啊 所以各位去巴山马朗的时候 人家这个水晶啊 你买回家 放在自己身上能够得一致啊 是吗 信 以前我是住 HCB啊 现在啊 我那个家里有一个游泳池 然后有condominium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跟你们讲 穿销 然后呢 每个人信 就是 这个 这个生命本身是有问题的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那这个生命来教会的时候 你听什么 也是有问题的 你听的都是 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的东西 理解吗 所以保罗是 他不但是在讲一个 真理 这个真理本身造成那个人的生命来的 所以恩赐要能够带来 当然我们讲分真假教义 表面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说 我是无神论 哦 知道 假的 我是月花见证人 假的 我是魔门教 假的 我是东方闪电 中国大陆的 东方闪电 啊 假的 这个是 显而易见的 你关上眼镜都能分辨的 当然有些人还不能分辨 对不对 但是对我们起码 一般的基础人都知道 这个不是 这个是异端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保罗讲的意思呢 中了人的法术 所以这是 人的诡计 有诡计的 不是这样容易分辨的 你要分辨灵 这个人呢 有没有基督的经义 福音的经义 你要分辨这个东西 所以我看一般信徒是这样 他们对 我讲一个例子吧 可能这边有一点深一点 生命的代数 各位懂生命的代数 就是你重生 信了耶稣 罪得赦免 这个代数了 对不对 跟你现在受圣灵引导 过圣洁的生命 生活 有没有连接 如果你不能连接的话 你是小孩子 你是小孩子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是 生命的代数 哈利路亚 我已经是神的儿子了 神已经拯救我了 给我用身了 哈利路亚 但是呢等一下他听 有一个道理的时候呢 哦 积极思想的时候 像我刚才讲的那种成功学啦 这些东西 马上又被吸引 对不对 所以呢 哈利路亚 我是神的儿子 跟这个 现在怎么受圣灵引导 他能够什么区别 哪个是真的 带来生命的 降福主的 不能 不能 所以小孩子 那有一些信徒是 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应该圣洁 我们应该热心 服侍主 圣洁 圣洁 热心 热心 那 我想问的 圣经是叫你 靠圣灵先 还是要圣洁 还是要热心先 当然是靠圣灵先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靠圣灵 得到神的指示 听从神 来圣洁 来热心 服侍主 如果没有这个 不懂者 就懂 我要为主热心 我要圣洁 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 你是一个人为热心主义者 你的热心会逼迫教会 会叫很多的人 很辛苦的 各位理解吗 所以这个叫 小孩子 你不能分辨 我已经得到 基督的生命 那基督生命 在我里面 怎么活 天天寻找 从圣经寻找 从心灵寻找 来顺服圣灵 这个就叫做 一个成熟稳定的基督徒 这样的人是已经明白基督的经意 他听到有些道理的时候 一眼能分出 这个是不是生命之道 一眼能分出的 保罗愿意信徒们能够这样 所以恩赐的目的 我在讲 讲了这么多 恩赐的目的就是 监理基督的身体 让圣徒能够分别真假 然后呢 往真的来行 所以目的是很重要的 目的是 the purpose 或者我们 the controlling factor 如果你的目的不对的话 你的恩赐再好 也没有用的 各位听得懂吗 目的要对的 所以保罗是花很多时间 讲那个目的来做什么 所以我也 我也顺便跟各位 讲我们小组长 或者我们教导的人 我们讲道者 圣灵的能力是从这个目的 我现在讲真理的时候 各位看 我的目的是真的 要讲神的话 要兼顾教会吗 有些人讲道 讲道的时候 你感觉 他是带着自己的脾气 自己私人的意思 是私人的意愿 可能他要讨厌每个 有一些肢体 然后讲出来 有些人讲道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 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很主观 很主观 你马上听不尽 圣灵的工作不来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所以那个目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顺便跟 分享信息的人讲 有时分享信息的时候 各位不要太subjective 不要太主观 不要太西密 有时神的话 讲是要讲得明确 客观一点 客观一点 劝勉人的时候 我们在牧养 劝勉人的时候 劝勉的目的也很重要的 劝勉的目的是 有些人跟人传福音 劝勉人 开始是爱 没有错 但是越劝越劝越血气 越传越传 好像要说服他 他的目的变成要说服他 那个整个的 劝勉传福音的 整个的气氛 马上改了 因为这个是 你私人的一种目的 胜过爱的目的 所以这个是目的要check的 你的情绪不能被控制 你的权柄不出来 其实跟目的很有关系的 目的控制恩赐的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有点深吧 但是大家听得懂的话 点头一下好吗 点头一下 听得懂吗 听不懂的也点头吧 就是 因为现在讲恩赐的东西 有些人说我不管什么恩赐了 我只有来教会开心也好 也好啦 你坐在这边 本身能够给目视力量 也是一个恩赐 第二呢 恩赐的应用 现在应用很重要 你要用出来那个恩赐 恩赐的应用呢 每一个人呢 上帝是很奇妙啊 上帝是 上帝是最有创意的上帝了 上帝是定了一个目的 荣神一人建国 建立基督的身体 然后呢 也叫所有众圣徒 往这个地方去 来得冠冕 再然后呢 又赐给每一个信徒呢 无穷的恩赐 每个人不同 每个人不同的恩赐 每个人的恩赐 五花八门 来一起 合在一起 然后来成就这个国度的使命 很奇妙的 上帝就是创意的上帝 上帝是这样的 所以造花的时候 也不是造一种 千万种 对不对 动物也是植物 都是这样的 所以上帝带领教会的时候 是这个 因为会进来教会的人群 有很多种 教会里面的文化背景 就是年龄层次 有很多种 所以上帝的多元化的 这位上帝 但是一个目的 没有错 一位上帝 一位主 一个指望 但是多了种恩赐 所以这个应用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听 你自己 上帝已经给你的 请你不要看晓 也不要隐藏那个恩赐 一千的 两千的 五千的 都用 不要自卑 神给你的恩赐 你自卑 这也是一种罪 对不对 你隐藏的话 这是一种不忠心 所以你自己 不要隐藏 为主用 不要看晓 然后呢 你在应用恩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因为你自己不够 你看到旁边弟兄姐妹 他 不错 他有那个恩赐的话 你要重视他 也鼓励他服侍 如果他能够做得比你好 弟兄 你来 做一下 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 应用的心态是很重要 这个应用 应用的时候 所以 我在使徒群传呢 我看到这个图画 巴拿巴呢 他到安提亚的时候 他是领人归族 可能不到 太行啊 他是教导人的时候 好像不太行 后来他到大树找保罗 保罗你来 就是帮我们教导 所以保罗教导了一年之后呢 整个安提亚教会蒙恩起来 甚至拆派宣教师 人都叫他们基督徒 看到基督的样式在他们身上 你看 如果没有 如果巴拿巴心很狭窄的话 就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然后当保罗跟巴拿巴这样教导的时候 十字清传十一章二十八节 有一些有恩赐的 有一个先 有一个那时候还有先知 对不对 雅加不先知 他预言全地会有饥荒 这是上帝向他显明的 所以有饥荒 所以我们 我们为着犹太的弟兄里面 就是筹款吧 奉献吧 捐助对不对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被逼迫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失去身份证 找不到工作 所以你有饥荒来怎么活 所以那个时候有恩赐的人出来 一个一个有恩赐的人出来 那保罗也是接受 你安静 现在我们教导神的话最重要 你不要来这套 这样也不对 这样也不对 所以在我们教会 整个增长的过程当中 各位会发现 有些不同人群来 或者忽然间我们教会里面 出现了很多病人 那你自己没有这个恩赐 或者有一些 老人家很多 你应该要叫旁边的人 因为你要照顾病人 要照顾老人家 心里面要有温柔 要有怜悯 要有这些起码的恩赐 不用说牧师没有 的确有一些东西 可能我的耐心不够 各方面也有 但是有些人有的 你要鼓励他 教会里面呢 每一个人拍摄的 讲道的 然后小组带领的 这个是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的 所以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应用的时候呢 你自己的中心 自己的有见识的用 然后你旁边的人跟你合作 这是最好的恩赐来的 我是发现应用法要这样 那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神当中 我们的恩赐不够 的确不够 主啊 这是真的我需要这个恩赐 所以恩赐呢 各位有时候不要看晓 也有一个牧师这样说 我某方面来讲 我赞同他的看法 他说 如果你找到对的 人有对的恩赐 来为你祷告的话 或者你找到 有对的恩赐的人 来帮助你的话 你的问题也更快会解脱 这是的确的 我不能否认这个东西 我很简单讲 如果你的孩子 真的常常给你问题的话 你应该找在养育孩子 有恩赐的人 跟他多交谈 谦卑的接受他的 有些劝勉 或者有些意见 有一些人呢 他们为人代祷 很有恩赐 也有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人 为我祷告 你一听会知道 他的祷告呢 不是糊涂的 句句呢 有很精确的内容 也有迫切 有迫切 然后每一句的内容里面 正是我现在 我生命需要的 然后他也能够感触到 所以他的祷告呢 叫你也得力量 他也得力量 然后主的恩典 快快领导 各位要明白 有的 教会 因为我们教会小 如果教会到了200 300 500个人 各位会发现 教会各种恩赐 医病 感规 预言 方言 什么恩赐 都会 这样的都会有的 因为圣经明明有讲 这些东西 在格林多苏 提摩太 当然今天我的主要是 这个五个恩赐 对不对 就是教会需要的 但是在格林多书 提摩太书 有这些恩赐的 所以呢 应该就是 像亚加福先知 这样的恩赐也有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性的 现在来讲 如果他预言 有一些 有一个人预言什么的 还是圣经为中心 对不对 但是有参考 有得帮助的 有些人能够为人带导 有一些人能够 然后特别呢 如果你在服事当中 你缺少 你真的觉得你需要这个恩赐呢 你要祈求 所以今天第三点 讲祈求这个东西 请大家听 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主感动我 说 教弟兄姐妹 不要认为 上帝不赐下恩赐 因为上帝是 厚斥于众人 不赐责人的上帝 对不对 我们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 缺乏智能 恩赐了 对不对 你求主 厚斥于众人 不赐责人的上帝 会赐给你 你要懂得祈求 所以祈求恩赐呢 有几样 第一呢 注意听 第一 我在讲章写了 你带着很纯正的心 你真的是求众人的益处的 不是求自己的益处的 第二 你求这个恩赐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谦卑 开通的心 领受人的一些劝解 教诲 尤其是在你欠缺那方面 有恩典的人 当然你有辨别的 这样 但是你听一下 要参考一下 这是很重要 如果你狭窄起来 你不能的 永远在一个地方出不来的 所以我就快快讲 自己应用 第三呢 祈求恩赐的时候 你让众人知道 弟兄姐妹 我真的这方面 我侍奉主的时候 需要这方面的恩赐 请大家为我祷告 让众人知道 因为圣经说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祈求的 对不对 也同心合一的 所以当你让众人知道的时候 众弟兄姐妹 求你 你们为我祷告 让我在 我们教会最近很多病人 我对他们很有负担 让我在为他们祷告 然后帮助病人方面 有恩赐 那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些人 每个人都认为 很好啊 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 很好 我们都同心合一 那他们怀着这样的心 就是祝福 所以你 这个会加速 你得到这个恩赐的 但是如果有些弟兄姐妹 不好 你这样的人得到这个恩赐 我看你的生命还不能 你会骄傲还是什么 那大家有点不认同 那你要接受 因为旁观者轻嘛 对不对 当局者明 所以有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的 有些短处的 所以你要让众人知道 那众人会为你祷 第四呢 就是 那你继续 专一的使用 你现有的恩赐 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 做直视的专一的 劝化人的专一 对不对 专一的做 奉献的 你要诚实 对不对 就是不要偷 就是各方面 怜悯人的 担心 都是一个专一 一个心 不要分心 对 你在服事主的时候 就是你在求恩赐的 你也专一的服事 这个当中呢 我通常发现 主在过程当中 会赐给你的 可能不是你明天起来 就有过程 几个月当中 越来越有恩会 就是临到你的身上 你会看得到 结果呢 各位会发现 福音被广传 那 特别重要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主 赐给你的话 你更是谦卑 忠心的使用 各位很重要 因为恩赐会叫人骄傲 所以更是谦卑 如果主不赐给你的话 你甘心乐意的服事主 然后你 求主赐给你 你寻找一个同工 能够跟你一起 在那个事工上 同工的 这样才是一个 真的顺服上帝的人的 一个祈求恩赐 这样做 还有吗 就是这样 这个无恙 所以恩赐的祈求 然后最后我讲完它 所以最后呢 圣经 圣经说什么 最后圣经说 重要的话 就是 各位看 第四章 十五十六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 联络得合适 百结各案各自 照着各样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 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最后 整体教会 在爱中 要增长得建立了 所以我要总结 这个教会 这段信息 今天呢 很多信徒呢 是在乎 这个节目 项目 活动 组织 但是 上帝最在乎的是 我们在跟基督的联合上 能够长进 教会在一起 不管是相聚 一起服事 应用恩赐都好 最后一定要带来 人的生命 自己跟爱主 凡事依靠主 然后与主同行 所以你在教会 做了不道会之后 或者做了某一些的服事 教了主日学 还是什么 结果是 你更是要看见 基督的生命能力 随时 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会把你的生活 当作侍奉 不但是教会的侍奉 当作侍奉 所以简单来讲是这样 把整个生活当作侍奉 所以现在教你们 做招待做什么 教主日学做什么 如果只有那个责任 完成责任 完成项目 就是这样 没有意思 教完之后 看到主的恩惠 在孩子的身上 教会的身上 传福音当中 真的很喜乐 把这个喜乐带回家 然后得时不得时 凡事上 就是这样活出主 然后把那个当作侍奉 那个见证 再带来教会 应该这个叫 把关注放在 个人与基督的联合上 这个意思 我要教会明白 这个东西 这是很重要的根基来的 然后第二呢 所以服侍主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说 不要go true motion 各位懂go true motion 是我们阿密的 我们在当兵的时候的名言 对不对 做个样子就好 这个样子 这样做 服侍当中你这样做 我每次说服侍的人 是第一次 第一个看到神迹 然后第二 也得到更新 你应该更新的地方 上帝会告诉你 你在服侍当中 也是 你会发现 我很多时候在服侍当中 我发现 我对我的妻子 或者我孩子 有点忽略 或者不太体贴的地方 是我服侍当中 在教会一起相处当中 劝化当中 我自己发现的 所以你真的把 上帝家的事 当成重要的 你会发现 你再 这个临到你的家 临到你的家 临到你的生活现场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不要go true motion 教会也不要 一个target 一个目标 今天多少人多少人 这样也是不好 这样也是给人 好像以这个为中心 做到的人就训 上帝要的是各按其职 对不对 联络合十 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是有一个target 不是公司 教会不是公司 不是机构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一间很成熟 稳定的教会 有默契的教会 我特别用这个字 有默契的教会 各按其职 然后各进其职 联络合十 这是圣经的话 在这个地方 一个很有默契的教会 我给各位一个图画 好不好 我讲完这个地方 各位看 我们教会有默契吗 我们每次讲 夫妇有默契 教会一百个人有默契 有默契的教会是 每一个人呢 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最专注 就是个人蒙恩 对不对 自己的生命要蒙恩 所以自己生命要蒙恩的时候 在这个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每一个人是专注的 这点不错 以前 不要讲以前 以前 这样讲 有时候 有些人信息传讲的时候 在外面不懂 晃来晃去做什么 当然有些人是灵里面有干扰 但是呢 我跟各位说 真的有默契的教会是最重要的时刻 寻求自己生命的蒙恩 所以在这个时候领受恩典 第二 每一个人认识自己的角色 岗位 所以中心在那个地方 第三 有时候有欠缺的时候 看到教会有一些地方有空缺 快点补上去 快点补上去 比如说主日学有三班 我只有管中班 大班什么打架吵架 这不关我的事 中班好就行 这个不是服事 各位理解吗 各按其职的意思 如果我那天 或者我们孩子们有一些吵架 还是什么 每一个弟兄姐妹看到了 马上就是化解 这不是我的事 不是我分内的事 绝对不能这样 对不对 所以呢 补上去 然后第四呢 各位会发现 然后在服事当中 各位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在教会一起行走 各按旗帜的时候呢 圣灵会告诉我们 有一些很急迫 要我们做的一些事工 所以圣灵会指示的 比如说我最近讲 social media 我们每日一马内利 这些 或者拍摄的人 或者怎样 有一些上帝特别 在末世时代 要大收割 用快镰刀 大收割 是很重要的事工的 做网站的 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这些地方呢 各位真的要祷告 然后整体教会 往那个地方去 各位这是很重要 然后另外呢 然后叫福音 更快的广传 得救的人加征 这样做的时候 是受圣灵引导 做当中 主将得救的人 加在我们当中 然后最后 各位会发现 结果是 我们全体众圣徒们 都羡慕散功 愿意加入 同工团队 这个六样 是我思想出来 这个我们教会的 也是按照圣经 这样讲 这个的相反是什么 这个的相反 如果有一些服事 事奉要做 来弟兄姐妹 也吵架 妒忌 单顾自己的事 然后人来到我们当中 也不得拯救 也不得安慰 这样的话 这个是服事反而 叫各位更压力 然后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相反的结果是 各位总是不让教会 进到这样的光景 我的意思是这样 总是不让 我们的相聚里面 要有圣灵的喜乐 要有圣灵的油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讲完它 然后最后各位问 那一个教会里面 不管我们一个礼拜 三次四次相聚 一起服事 圣经说最后 整个教会要一起成长的是什么 就是爱 就是爱 我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祷告 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 各位听现在讲 我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个一起教会运作 每一个人彼此劝勉交谈 甚至现在各位听信息的时候 什么是爱 如果有一个新的朋友 或者你带你的家人进来这个教会 他能够很快会喜欢这个教会的一个气氛 因为有爱 因为爱才能够改变人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呢 他活出父的旨意 对不对 活在地上 显出爱了 然后他显出了升天了 教会现在活出主 听从主 活在人间的时候 然后把爱显在人间里面 对不对 就是爱来的 一间教会呢 无论讲 有些教会讲很棒的真理 很多真理 有些教会呢 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活动 你去的时候 哇今天有唱歌 今天有卡拉OK 今天有跳舞 今天有什么 什么都有 有活动 吸引人了 有些教会呢 我不是说不好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 有些教会呢 是很多的神迹奇事 每一个礼拜天你去 哇有神迹 哇有看到一些异能 很奇妙 对不对 每一个礼拜都有 但是各位问 最后 叫圣徒们能够生命被感化 能够得医治的是什么 就是爱来的 就是爱来的 后来我发现 真能够吸引人的是爱 一对夫妇呢 如果他来了教会 有问题 辅导 三个课程辅导 我跟各位说 三个课程来辅导 夫妇的问题 要夫妇的问题解决的 我没有看过 但是 他来到一个爱的团契 爱的团体 有爱的灵 就是运行的时候呢 其实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一年之后 自然好的 孩子不是牧师 给他按手 一次祷告 就明天早上起来会好的 他活在有生灵的 爱的光照 对不对 有叔叔 有阿姨 有很多不同弟兄姐妹 然后彼此谈话的 整个的气氛 圣灵的运作 然后他会感觉到 我在家里没有 他在教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就圣灵的光照 有一天他会得医治的 各位其实呢 各位理解我现在要讲 最后最后 我们讲到教会完了 那你一定要问 现在教会里面 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人 所以 比如说 牧师如果下个礼拜 就是出去牢 对不对 我们都要参加 Remnant Conference 大家有爱的人 一起为这个祷告 然后留在当中的人 更是迫切 参加聚会 然后为着我们 知名长老祷告 那有一些 看到教会有空缺的地方 快点补足 那有一些 我们指示们留下来的 各位就是爱 对不对 各位听到 有一个弟兄姐妹 他家里有事 或者他现在有一些欠缺 马上心里面产生关心 然后问候 看到有人带新的朋友 或者非信徒在我们当中 然后不管他 我自己喜欢我的群体讲话 这样的话 马上会感觉到 这个不是爱了 有些人是没有感觉到 但是有些人是知道 圣灵会责备 因为有心的人 有需要的人 有困难的人 在当中的时候 不要让他带着困难离开 总是为他祷告 总是劝勉 对不对 总是这样做 当中呢 其实你做不到的 圣灵自己会感动 会再次加强 用别的途径 但是整个运作里面是爱 这是很重要 所以从这个讲台 传讲的神的话 大家听了 然后成为各位的生命 各位的表情 然后各位活出来 过后聚会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 过后一起吃饭 也是一种爱了 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牧师还没有祝福完 就起来走掉 各位马上你会感觉什么 为什么这样冷啊 各位马上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领受那个爱 马上领受 你在爱的团体里 你也领受那个爱 然后有一天你发现 你自己也能够 给出爱的时候 你已经得意志了 阿们 最后最后教会 我讲完之后 所以合而为一 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 主用你的话语 教灌我们 使我们众人明白 主你在教会的运行 主阿爸 这两个礼拜 主你借着你仆人讲的话语 都教给你 主你自己成就你的话 在我们基督生命堂 让所有弟兄姐妹们 他能够借着这两篇道 能够得着圣灵 向教会怀着的心 主啊 求主祝福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